全國聯邦公務員最快可以在這個週末發動合法罷工 一旦事成,很多聯邦服務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鄺森宇不得 代表全國12萬名聯邦公務員的最大公務員工會 加拿大公共服務聯盟昨天投票以絕大多數支持罷工 連同早前同意罷工的稅務局工會 全國接近16萬個聯邦公務員 最快可於這個週末發動合法罷工 聯邦政府就此發佈資料預計哪些聯邦服務會受影響 在稅務局方面,報稅和退稅支票會延遲處理 不過必須的社會服務如就業保險、加拿大退休金計劃 以及兒童福利等不會被中斷 但處理過程可能較慢 至於護照申請服務可能會部分或全部中斷 而王家騎竟將繼續在全國範圍內提供常規警察服務 不過行政支援和傳媒關係等服務將會中斷 至於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及海岸防衛隊等將繼續維持服務 公會和政府於4月初開始調解談判 這個星期雙方重返談判卓 但進展並不順利 除了新陳問題之外 中止合同工作及遠程工作等 亦都被列入名單之內